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建筑设计当中 它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怎样的一个风格特点 首先方形 看到的第一个视觉感就是稳定 大方 一眼看过去呢 它会直接有这种 让人突出这个建筑重点的感觉 边一边之间是一个九十度的直角 整体的风格特点是一个中间型的风格 这是方形建筑 圆形 圆形建筑呢 我们第一眼看过去 圆论 老和 镜子 整体的它是一种曲线系的风格特点 这是圆形建筑 三角形 第一眼看过去呢 给了一个感觉 也就是独特 个性 编一编之间 它是成一个小于九十度的这样的一个夹角 我们方形是一个垂直的九十度夹角 整体看过去 它是属于一个直线形的风格 这是三角形的建筑 然后呢 方圆三角这些几何特点 在法形当中 它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怎样子的 并且什么样的法形 我们才把它归纳为方的 或者圆的 或者三角的 我们是如何去归纳它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先来看到方形 方形的特点 前面的长度和后面的长度 在一个水平面上 并且这个水平线跟我们的地面 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我们把它叫做方形 方形的特点呢 第一个是稳定 并且呢 直接一眼看过去 可以直接突出这个法形的重点 可以直接突出这个人物的五官 它是属于一个中间形的风格法形 比如说如果呢 这个人物的风格是属于一个智能形的风格 或者是一个古典的 这种中间风格的能 就可以加入一些方形的元素 在它的法形里面去 好这是方圆 那我们把前面的长度短 然后逐渐向后面走长的这种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